欢迎收看清点话题 我是徐庆华为您清点最热的话题 中国现在各种报啊 从经济报疫情报 然后一直到政治报 所以在疫情的部分 中国12日的确诊数量再度破百 高达101例 其中本土的肺炎病例有80例 有74例是高度集中在浙江省的部分 各位浙江很多台商 现在浙江超越内蒙古 成为中国疫情的新热区 逼得地方政府呢 一个接一个跳出来要求民众说 你们今年就在家过年了吧 在地过年了吧 各位在地过年 中国去年在地过年 今年过年在地过年 明年如果在地过年的话 恐怕就真的有人 要连续三年 他都是在地过年回不了家了 这个情况 似乎地方与中国中央不同调 里面难道又有中央跟地方的内斗氛围吗 在中国经济的部分 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一份死亡笔记本 里面写了满满的 中国高薪职缺互联网 19家大公司的裁员记录 年龄竟然会以35岁当作中高龄优先 哇 这让许多人听得吓一跳 35这个数字难道就是它的裁员红数吗 正值青壮年奋斗的年纪 竟然被裁员这个新年真的难过了 而中国的电动车厂传出一个月 12家倒闭 这一连串经济的问题 就业的问题 内需的问题 导致中国中央的经济会议 连续提了25个吻 各位 中国在前年的时候 国家总理李克强提的吻 也不过才6个吻 叫轻轻的6个吻 那现在25个吻是重重的吻到发抖 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看到台积电要进军欧洲了吗 台积电上周五公布11月份的营收 创单月营收史上第三高 不过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台积电在跟德国谈 建晶圆厂的初阶谈判 此外 印度也在等着 看台积电连电能不能给予青睐的眼神 在这里面 台积电要在全球征战 台厂的供应链就很重要 在台湾我们要为你介绍 这一家隐形冠军 它是台积电两家 能够做EUV极子外光机的光照盒的厂商 而且它的市占率高达88% 这一家台厂的老板 还曾经是矿工的第二代 走过负债的阶段 如今跃升为重要的供应链之一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稍后来宾告诉你 首先介绍国际关系学者张国成 清皇哥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敏宽 清皇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Joe 清皇关键宾大家好 时事评论家周伟航 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现在的疫情状况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在内蒙古的疫情爆发了之后 上个礼拜我们才看到了皮卡丘尾 结果到这个礼拜 从内蒙转进到了浙江来了吗 浙江竟然本土病例高达74例 成为中国的新热区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有好几个地方政府先后发布说 就地过年 你就不要回家去了 可是有人已经告诉你 我已经连两年都没回家去了 难道我三年都回不了家了吗 韦航 现在中国的疫情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好的 要了解中国疫情 大家先要了解钟南山所提出的一个名词 叫做动态清零 我们在台湾有滚动式政策调整 在中国有所谓的动态清零 虽然习主席习大辣讲的清零很难做到 但是我们用动态的方法把它清零 那你一定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钟南山的解释是说 疫情会到处爆发 但我们没有放弃清零 我们会在每个地方针对疫情 去把它控制下来 所以在之前你看到了 有所谓内蒙古旅行团的 逐渐控制下来了 内蒙古在其实就是中俄边界的疫情 逐渐控制下来 但还没有清零 这一团还没有解决 接下来浙江却突然爆出好大的一团 而且比胡伦贝尔之前那一团要来得大 来得多 更大的麻烦是根本搞不清楚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但是中国官方还是坚持 我们还是会在那边做到清零 好 这一波浙江的疫情 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上周甚至在上上周都还来讲 胡伦贝尔 原来上了中俄边境 它其实就只有一个小小的都市里面有个案 可能这次的浙江的疫情不一样 它泛籍了三个地级市 浙江 宁波 这个是最重要的两区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地区也有一些散发型的 但原则上就是在前航江南岸这一带比较多 好 那重点大家就问 绍兴浙江宁波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会想问 你胡伦贝尔那一边 应该就是中俄边境有一些交流就这样传过来 可能浙江完全是个问号 那在问号的状态下如何动态清零呢 因为它的疫情太广泛 昨天的数据是38例 就是本土49例 浙江38例 到今天本土 其实是12月12日 就是昨天的数据 本土有80例 其中74例就是来自于浙江 它已经暴增一倍 它已经爆发了 而且是散发 因为它就是三个大的地级市 宁波 绍兴 杭州 这个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大 更大的麻烦是 有多少产业就在这个地方 你要搞动态清零 你就没办法像忽伦贝尔 忽伦贝尔冷得要命 那个现在是最冷的地方 黑龙江旁边 所有人如果关在家里面 我东西配给你可以解决 可是浙江不一样 生产重镇 生产基地 所以今天他们已经面临一个 最可怕的现实 礼拜一 总要面对该不该上班 如果要封城就是停工 甚至要封港 这宁波港一封下去 开什么玩笑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但是他们今天真的已经在讨论 要把宁波港给封了 所以这个浙江的疫情 不是说我们坐在那边看的时候 它那边有疫情 我们这边可能会有 断货断料的危机 整个生产那边的台商朋友 可能也都会有移动上的困难 也不用讲返乡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今天13号 明天14号 我们的春节状案就要展开了 第一批货返乡马上就要回来 所以那边的动态 又会牵连到长江三角洲 好 大家都知道 感觉起来就跟内蒙古 就跟云南边境的议题 比较不一样 这个浙江它也是一种边境 可它这个边境影响可大了 重点就在于 现在就有传出这个疫情 永远扑灭不完 永远动态清零的状况下 那到底接下来春节要不要过 台湾当然还是 我们卫福部还是努力的挺着 春节状案照样执行 调度一些旅馆来作为随机的调度 他们有保留10%左右的余裕了 好 老共那边干脆大家都不要动 于是在许多怕死的这些地方政府 陆陆续续发布了就地过年 就地过年又出来了 从河北的张家口 他直接要求 就算民间企业不这样动作 可是各级党政机关及其 重属工职员 全部应该率先作为表态 所有人就地过年 好 北到张家口 南到广西甚至广州珠三角 到处都有类似的令发出来 不过这都是地方政府 在中央 中央呢 我们来看到我们最重要的中央的传声筒 一定会来汪汪叫的我们呼吸进打歌 他就立刻发表了 不要轻易要求就地过年 这个上面的只是跟下面的动作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下面会觉得说 我现在这边没有疫情 大家都不要动 你也不要来 就是维持在圆寨 可是中央呢 他可能有经济的考量 因为可能有人情的考量 因为自肺炎爆发以来 他们已经摧毁了两个春节的春运了 在第一次肺炎刚爆发的时候 直接喊停春运 第二次呢 也是基于这种考量 要求大家不要返乡过年 就就地过年 如果明年还是就地过年 他就会冲击到什么呢 中南山讲的 年底前完成这个所谓的境内全体免疫 这个是他所发现的好语 如果今年年底可以全体免疫的话 那为什么明年春节不能回去过呢 所以中央上有政策 地方下有对策 这个浙江的疫情 持续发展到底影响会有多大 就值得持续观察了 而中国要头痛的事情 除了疫情之外呢 经济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以来 中国打击的企业的部分 补教业被他打完了 房地产被他打完了 都出现了裁员潮的情况 而现在哦 你看到中国这几年最高薪水的 都是互联网的公司哦 互联网的公司也忙着大裁员 所以在中国的网络上有一份 裁员的死亡笔记本在网络上疯传 这里头是19家中国大公司的裁员记录哦 而且关键的裁员年龄 已从35岁以上开始 过去我们理解中的 中高龄是45岁以上 但中国的裁员竟然放到35岁以上 这里面更过分的是 包括阿里巴巴的子公司在内 他竟然说我资钱你 fine你 可是不照中国劳动法给资钱费 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依照劳动法给资钱费 不是最重要的吗 所以敏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今年中国的过年应该会非常难过 刚才伟航已经把疫情的状况 来跟各位做说明了 但现在雪上加霜的状况 出现在裁员这件事情上 先来谈哦 中国有很多地方他喜欢用缩写 例如说中国他们的职场 有一个名词叫元老 那元老呢 他们不会叫元老 他们会说 哎呀 他是我们这间公司的OG 什么叫OG呢 Original Generation 这个叫做元老 可是各位 元老不是真的老啊 他们现在元老的定义是多少呢 35岁 各位你没有听错 人生那么长哦 35岁 那各位 你35岁以上 如果你被裁员 你找得到工作吗 我跟你保证 一时半刻 你绝对找不到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现在看这一张哦 自从中国今年8月 做所谓的双减落地 什么叫双减落地呢 这一张蛮可爱的啊 对 重点是下面那句话 挺冷的吧 你看各位 这只熊熊 上面都是雪 整个人怎么 未来怎么过都不知道 今年从8月双减落地之后 中国大财源风 这个地方就展开 那为什么呢 美国的股市上市公司 中国企业往下跌 香港的上市公司 房企股往下跌 所有的股票 通通都在跳水 跳水到连新加坡 国家主权基金 淡马席说 哎呦 我不敢再投资 你们中国的科技股了 打到整个孙正义 上个礼拜 他们家的股票 跌了快40% 为什么呢 他所投资 现在中国的企业 几乎都要整个打水漂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现在呢 阿里巴巴 OPPO 新东方 美菜网 这些都是互联网的哦 通通都要裁 结果刚才 青黄跟各位说 那个所谓的死亡黑名单 哇 这死亡黑名单 出来是一大串啊 从爱奇艺 到旅行社 到电动车 到瓜子 到电商 并购网 不拉不拉的 写写非常多 那现在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来谈两个小故事 来跟各位讲 各位就会清楚哦 有一个人叫老刘 老刘一点都不老哦 他才35岁 然后呢 他说我在这家公司 战战兢兢的工作 工作了7年 几乎把人生 最重要精华的阶段 都卖给这家公司了哦 结果卖完之后呢 公司因为营运下跌 然后呢 就说 来你出来 你带的这个部门不够好 要裁员 然后呢 他找了一个 几岁的来替代他 你知道吗 几岁 30岁 他找了一个30岁的人 来替代这个35岁的 然后这个35岁的更好玩 他说什么呢 他说哎呀 我把人生最精华的阶段 都卖给公司 结果到了35岁 35岁脑力跟体力 是有差到这么多吗 这个先跟各位谈哦 这个就是所谓的 内卷的世代 过度竞争的世代 明明桌上的粥 就这三碗 可是冲上来吃的 有30个和尚 大家在NMP来听去 30岁的薪资比较便宜 到底有没有薪资比较便宜 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有一个30岁的来取代了他 老刘他才35岁哦 重点是你知道老刘他说什么吗 老刘说 在我们互联网的惯例 超过35岁以上 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了 所以他要这个地方呢 他不要再做互联网的工作 他要去开水果店 因为他看到过去超过35岁以上的人 这些公司的元老们 这些公司的欧居们 他们正常的状况 都找不到路了 各位 35岁正是人生最精华的阶段 这一位老刘 一点都不老的老刘 他找不到工作了 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更辛苦 这个女生没有结婚 34岁 她的名字叫青阳 青阳那时候被整个裁员的时候 内心充满了感态 你知道为什么她充满了感态吗 对 她说才在上个月 我是公司前十大基优员工 才隔一个月而已 公司他们的HR 人事主管阶层 直接把她给叫过来 直接跟她说 你这个部门现在八个人 我现在要裁到剩三个 那剩三个呢 就是必要人员留下来 加一个主管 你这个主管不用呆了 然后呢 上个月还是公司 楷模员工基优员工 这个月直接要你走人就走人 结果这位34岁的亲娘 你知道她被裁员的时候 她说她整个脑中嗡嗡作响 她人生最精华的时间 也奉献给这家公司了 结果奉献给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说裁就裁 然后裁完之后呢 她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效率 今天裁员对不对 明天你要把你的办公桌全部清空 你要把你说的东西全部都带走 裁员是这样裁的 裁得非常非常狠 所以最近我们就可以发现 中国官方也紧张了 为什么呢 上次李克强才说六个吻 他是多慌啊 他一篇演讲当中 讲了六个吻 结果最近更好笑 最近中共经济会议当中 吻讲25个字 25个字 你越怕你就会一直讲他 这个就是人的特性 你越怕你就会一直讲他 可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 现在的状况是 房契不行 补习不行 互联网不行 什么都不行 但各位呢 不行的时候呢 乌漏就会偏逢连夜雨 我们再看两个状况 我们现在看上面这个状况 各位都晓得 最近因为裁员的问题 因为通膨的问题 因为菜非常非常贵 所以消费呈现急动的一个状况 所以中国区居然出现了 这种所谓的神奇事情 大家都知道电动车是未来的不对 可是电动车你现在没有财团 没有资源在后面支持的话 你是撑不下去的 中国一个月12家电动车公司出事退场 一个月12家 今天的新闻 那工厂要多少人失业 他们说只要你销售没有到20万台以上 没有到达损益两平的 没有未来性的 通通关 通通要呈现对场的一个动作 但是青黄 今天让我真正吓一跳的是 下面这则新闻 今天这则新闻是 12月12号人民日报当中写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头条 在头条的隔壁 这个算二版 他说那粮食怎么办 各位粮食怎么办 这个是在《明日报》上中写的 那路透社就把这个内容 他有写出来 他就说 今年其实中国有三大粮仓 包括了东北 包括了山东 包括了河南 但今年年中的时候 因为山东河南 粮仓大水 靠东北撑 但最近全球通膨 加上肥料 能源又涨 那个菜比肉还要贵 他们的菠菜一斤挡 涨到台币200块 比肉还要更贵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敏宽上面所秀出来 讲说粮食怎么办 去讲这一句话的人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 所以我们在观察一个指标 就是你看 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他为什么会提到25个吻 各位 之前李克强 中国的总理提 轻轻的6个吻 他讲6个吻 被向中座解释成 轻轻的6个吻 那25跟6 比起来25大多少 这是重重的25个吻 表示对中国来讲 经济上有可能下行的指标 他看到了很多 包括内需的部分 我们真的不得不提醒 台商真的要小心了 中国最近的氛围 凝左勿右 当习近平讲出了 共同富裕之后 很多人现在看到 中国的资本家 就觉得资本家 好像是敌人一样 所以有一个 中国拿资本家 当作斗地主的氛围 又来了 什么意思呢 最近中国有一个大V 就在一个网路上的 意见领袖叫司马南 他夹着左派的印象 对着中国的 Lenovo的老板 Lenovo是中国最重要的 做NB桌机的公司 竟然就这样 对着Lenovo老板 柳传志 做出了六大灵魂拷问 结果引发了一大堆 中国的网民 自媒体 纷纷上前围攻 明知道说 这个司马南打的道理 都站不住脚 可是连人民日报 这些官媒 都不敢正面 反击司马南背后的人民的力量 所以 你看到联想被这种力量 给审判的结果 共同富裕很难做 所以干脆 逗逗有钱人比较快 是吗 郭成 没错 刚才讲到民间投资出状况 其实像联想这种 充分的有国企背景的 一样出状况 联想以前 还被当作是中国民族企业指标 还收购了美国IBM的 笔电的部门 没错 本来联想照理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还可以把美国IBM的笔电都收购 这个不得了 现在怎么样 被司马南左派的精神领袖批判 批判什么呢 第一 他说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 国有资产流失 国有资产流失什么意思 就是被人家污掉了 那被谁污掉呢 现在他讲 有27个高管就是高级干部 14个是外籍 这跟前面那个连在一起干是什么 被外国人污掉了 然后呢 这指控很严重 这指控很严重 所以呢 这个有可能有这个 俊锡外流 这个营业机密 外流到国外的隐患 这个帽子很大的 第三个是什么呢 他说这些高管 分红占这个公司单程的利润 那这个一般的这个员工苦哈哈 分工利润三成 然后呢 资不抵债 其实欠人家很多钱 欠金销商一千多亿 这一千多亿是人民币啊 不得了的 然后呢 产品呢 卖价也很贵 这个也没有什么核心技术 只是组装 最后呢 讲说这个研发 根本就不到百分之三 还想要从科创板上市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新贵 有点像 其实就是要圈钱 捞钱 这个批判呢 其实说老实话 不是只有批判联想 其实是批判所有的资本家 而且呢 不只是批判这个名气 也批判国气 那也就是说 这种话代表 现在中共官方 其实就是要整资本家了 要让这些资本家 这个皮绷紧一点 也就是说呢 现在刚才 刚才前面几位先进讲 经济问题嘛 这个失业什么 现在打算全部赖给资本家 就是你们这些人 污这么多 你们这些高管拿这么多 所以造成社会乱象 所以公司开得不好 失业下岗 通通都是资本家太贪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甩锅的作为 所以面对这个 联想呢 弱弱的回应 联想只有在12月10号 回应说 每一次啊 这个中央审计的时候 对于是不是有国有资产流失 都没有意见 代表说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只回应了一项指控嘛 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指控嘛 其他五个指控 有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 可是郭成 我这个我看了就很有意见 联想现在已经是 世界级的公司了 全世界都有公司 他有跨国业务嘛 所以他上面写的 你说他的高管 这些27个里面 有14个是外国人 这也没什么好意外的啊 为什么可以做成批判的一个理由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讲说联想的研发投入太少 各位 他是做笔电跟桌机的公司 都有现有代工厂可以做 所以他把华为 拿来跟联想做比较 说啊你看 联想就是比不上华为 华为研发支出就是高 华为才是爱国企业 联想就不是爱国企业 这种划分方式不是也很奇怪吗 没错 联想为什么27个高管 14个外国人 在以前是一个绩效 是一个成就 表示我们中国企业做得很好 外国的高管都要来中国上班 来投靠 来投靠我们 以前来讲 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这个是认为 表示我们中国强 以前都是中国的高管 到美国去工作 中国的知识分子 去留在国外 现在呢 海归不只是中国人海归 连外国高管都来海归 都来我们中国公司上班了 以前是一个绩效 现在变成罪状 所以这其实不只是 经济问题的甩锅 其实后面也是政治斗争 广告回来带你看的是 台积电的10月营收 又写下新的记录 但除了台积电写新记录之外 德国的设厂看起来也有眉目了 等一下再带你看的是 台积电的供应商 加登写下的另外一个世界第一 跟隐形冠军 台积电11月的营收又写记录了 台积电金元一哥的地位呢 它11月创下了最旺的月份 高达1482.7亿 这个数字呢 跟去年同期比起来 成长了将近19% 而且最新的消息传出来说 台积电现在在跟德国 做初步的交涉设厂的讯息 所以全球的台积电这一件事情 看起来是越来越具体哦 所以台积电的高管 高阶经理人数 外国人比例如果增加 也不要把人家像中国一样 打成说这个好像有卖国的嫌疑啊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 印度方面 他们也拿着钱出来说 等着台积电或联电来做设厂 所以看起来 这全球各地金元厂 有好几个点遍布开发的状况 敏宽 现在是什么情况 台积电从目前来看的话 就如同张忠摩董事长所说的 未来五年的领先态势 在即使外光机都控制在台积电的手中 护国神山不会变 但有一件事情先来说 现在各国都需要台积电 去他们那边做工厂 台积电的11月营收 都是1482.7亿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数字 那目前德国新上来的这个叫红绿灯联盟 因为刚好是红色 绿色跟整个黄色 刚好三个党 因为它是共同主党联盟 他们叫红绿灯联盟 红绿灯联盟一直在说 来啦来啦 红绿灯联盟 现在也是广招天下英雄铁 为什么呢 因为英特尔会在明年的1月到2月去判读出说 他们的欧洲的最大厂要盖在哪边 目前会在法国跟整个德国找一个地方开 那英国呢 北爱尔兰有帮他们开一间 另外一家开在以色列 其实最近英特尔也很缺钱 因为他同时开四座厂 那目前呢 德国的话可能会开在萨克森邦的一个德勒斯登 德勒斯登本来就是德国的所谓的半导体重镇 因为目前格罗芳德在那个地方有一座厂 但很落后 那座厂是65奈米到90奈米的 目前德国想要的是22奈米到28奈米之间 那后面会怎么走呢 我们在边走边看 但印度这个地方他也吃了衬托铁的心 为什么呢 印度他们说 未来他们希望能够开20间半导体厂 也是广邀天下英雄铁 广邀天下英雄铁 第一件事情要拿钱 他们拿多少呢 2785亿的一个台币 他们要开始来做未来的一个厂 这当中就重要了 可是我们一直谈说台积电重要的地方 刚跟各位说嘛 台积电的员工 可以生出这么多的小孩来 是因为福利好 那台积电的供应商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 这几年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对 等一下要请敏宽告诉大家就是 台积电的台厂供应链 其中有一家叫做加登 他做的是极子外光机的光照盒 但是你知道 这个光照盒是做什么用的吗 很厉害吗 他帮加登创下营收新高 而且加登在极子外光机的光照盒领域 也写下了一个世界第一的记录 他的老板 以前还是矿工的孩子 怎么会步入到半导体产业来的呢 这个其实中间有点误打误撞 但中间这个真是一个台湾小孩发光发热的过程 我们现在谈半导体之前呢 请各位先把你摸你的拇指 你就摸一下这块指甲 摸一摸里面各位 这么厚的厚度里面要堆叠出500层 各位的电路图出来 这是不是高科技 它真的是一个高科技 可是这个高科技呢 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台 这个叫做极子外光机 极子外光机一天要耗掉3万度的电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那个光线折射之后出来 那个是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可是这么复杂的工程 它有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功率 出来的功率很容易去伤害到这块晶圆 所以需要光照盒来保护它 所以各位你先有这个观念 保护这个光照 那这个光照盒呢 它有分4寸 有分6寸 8寸 12寸等等各种不一样 过去的光照盒最早的时候 如何保护呢 它是用一块金属盒 可是金属盒反射光线 反射的太多了 所以后面需要用到更新 更好 更重要的 所以它是需要什么呢 它需要模具 它需要模具用很特殊的方式 去把它射出组合 出一个光照盒之后 让这个晶圆片 在光照盒的保护之下 进入极子外光机 让它当中去产生 所以它有很好的模具的技术 才能够做出很好的光照盒出来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来 谈论到加登的邱明前董事长 邱明前董事长 其实他这个故事 一直是非常底力人的 他们家 他15岁就当家了 而且他当家是一个 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他爸爸是矿工 在他15岁的时候 因为一次的一个矿灾 他爸爸就回到天家去了 回到天家去之后 先说五专毕业 黑手出身 请各位注意 其实在台湾的科技业 比的都是什么博士 什么硕士 很多人居然因为是硕士生 没有办法当上董事长 可是他是纯黑手出身 然后他纯黑手出身的时候 那个时候 总共让妈妈去标会 全家这样子 底力 拿160万出来创业 从黑手开始做 那时候从黑手开始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去送样 人家看到他 你又没有什么学历 工厂又这么小 他就说 我们来比比看 他是沿路用这样子产品 最好的一个过程 一路推一路推推上来的 但其实邱董事长 他有两次都已经 濒临到快要破产了 都快撑不下去了 但这件事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各位还记得 清皇也说过这个故事 就大概在十年前 有一次在全台湾的半导体 所有的公司在开会 开会的时候 那时候怎么做呢 那时候台积电说 我们要开始自己做封装测试 那个时候国内的封测大厂 直接把板子丢到地上 说你这样子是不是给大家吃饭 台积电说什么你知道吗 台积电说 如果大家再混下去 大家都没饭吃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美国的苹果 这要把订单丢到三星的一个手中 因为三星是一贯化 但我们台湾的封测 各家各自做太慢了 各自做太慢了 后来台积电自己去做封测之后 他就发现了 很多公司的技术真的跟不上 你可以去找国外的公司 可是找国外的公司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叫英特格 双手一摊 这种也没办法 各位那怎么办 在台湾扶植一家厂出来 所以那时候扶植厂的时候 是很多家多线并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技术太高了 各位你去想 三万度的电 如何在里面 做出最好的一个折射来 可是各位 加登他做到了 目前在全世界的 先进的光照盒当中 只有两家公司能做 一家是美商英特格 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台商的一个加登 要到高雄去设厂来一家 对目前他要设第三厂 因为他目前有一座厂在新北 另外有一座厂在台南 那目前高雄呢 他说这次台积电到高雄去 其实让人很振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台积电说去的时候 日月光扩产 台积电扩产 台积电所有的周遭的兄弟党 通通都要去 所以包括了气体厂 包括了摄除厂 包括了加登 很多大家都会去 对不对 现在英特格也来了 高雄这次可能轴线会来做翻转的一个动作 但我们要跟各位来做一个整个结尾 目前以现在的状况 自从进入10奈米之后 10奈米 7奈米 5奈米 下一个次代要进入3奈米 当制程越精密 就需要更好的一个光照盒 但加登就在这个状况下 从一无所有 各位他本来的市占是零 沿路一直攻 一直攻 一直攻 因为台积电持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先进制程 目前台湾的加登在全世界的先进的光照盒 500 先说照500次的光照盒上面 它目前市涨占有率超过8成 这个是一个台湾英纳 一路这样子辛苦成功 后面享受美好成果的一个好故事 你看到台积电大好 它当然也带忘了台厂的供应链 跟相关的股价 台湾今年的出口畅旺 前11个月成长率就高达3成左右 但是现在大家在看股市的时候 看到今年到明年的股市 担心一件事情 美国联准会的升息潮要来了吗 什么叫做升息潮 有专家预测会美国明年要升息2到3次 还有人预测未来三年内 美国要升息可能超过20次的 所以不管哪一个专家预测 美国如果升息的话 会不会为台股带来冲击 会带来怎么样的冲击呢 其实我认为说 升息应该是时间的问题 只是说会不会那么的快 就是说因为你景气好 你景气好 物价起起来 就业还很好 其实早晚要升息的 就是这是一个景气 繁荣正常的步调 就是你不能期待他不升息 只是说因为你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联准会印很多钱 每个月几百亿美元 你现在要把这几百亿美元 每个月慢慢小风小风 小风到没风 这估计应该是 理论上应该是要到明年的中间 就是比如说明年的中间 那最近来讲因为 美国的物价起到并 真的涨得比较凶 尤其是二手车真的涨得很凶 还有很多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是美国的通货膨胀 到上月为止是6.8% 就是说 人很多 对 起来很多 就是说 去年的物价 你如果综合的物价是100块 今年差不多起到106.8% 一般来说各国的央行的态度 是说2%就好了 就是说2%是一个正常的level 人们可以接受 但是6.8%真的是一个比较高 但是你看到6.8%对应到去年 去年也同样的 11月份 去年11月份是1.2% 就是这个数据是比较低的 所以现在这个低基期的关系 最近的通货膨胀也会比较高 对 包含到下个月还有下下个月 大概到明年的2月以后 2月3月4月以后 那个基期明显的拉高 这绿色箭头明显的拉高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才会很明显的降下来 而且美国通货膨胀其实也有两点 就是那你去看这个通货膨胀 它起起来原因是如何 你要看这是 我们把这些部分靠掉 货膨胀就是人员的部分也都靠掉 你要看这个是商品类的通货膨胀 之前在疫情爆发以前 美国的商品类 通货膨胀还不可以趋近于零 就是每天都买货的 你去怎么买 你去卧马 还是去好四多 还是去孟斯 附近的东西 这些东西 有这些其实没什么货的 但是到最近今年来讲 成长年增率大概是9点多 标很高 标很高 所以真的是算标蛮高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服务业 比如说一些餐厅 就是有人力的服务 其实这个通货膨胀 你如果看 其实是还好跟疫情爆发以前 差不多是一个常态的水平 所以我们说供应链的问题 真的其实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 标的比较高 供应链就是比如说 中国因为限电做不出来 有的塞港 然后缺柜缺料 这些都造成供应链上面的问题 所以拿不到货的价格就开始标高 对 没什么好多 你看港口都抬起来 加州还是东岸西岸都是抬的 没什么好多 也不止美国吧 大概全世界 连欧洲 中国 基本上还有台湾 都是嘛 你如果买东西 你看国际航运真的等比较久 但是我说 这个总控 我觉得明年恢复的比较稳 就是说你看这个是 那个国际人员总署公布的 全球的疫态人员 你可以看到 这拿算的部分是 supply就是供给的部分 这投算的部分就是需求 demand的部分 到明年的第一季 会明显的出现 我说的供需达到平衡的情况 所以联准会的态度也是这样 就是说明年的通货膨胀 它会一个比较缓和 比如说第一季过完了 你说农烈过年过了 差不多通货膨胀就有机会从 就是比较严重 变得比较降温一点 那到时候我相信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会相对比较不会那么的硬派 就是说不是说 觉得市场太热了 要把钱收下来 真的会这个感觉 因为通货膨胀真的比较热 你说在美国的民间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物价起来很高 所以政府也会压力 他会说央行还是FED 费就会把钱收下来 所以我们说现在货币政策 会相对比较鹰派的动作 但是我认为说 联准会他的考量其实很多 因为他认为说通货膨胀 其实是减失的而已 不说起到这个严重一直下去 我不是说通膨胀降下 还是物价降下 不是通膨胀降下 是说可能从现在的年增率6.8% 降到2% 这个物价的成长 膨胀的速度会慢慢的逐渐降下 而且我们也不记得说 最近几天美国跟他起龙卷风 对不对 起不了风起得很强 其实这个对美国的经济来讲 他会出现一个比较暂时性的伤害 那我相信这个其实也有机会让 这种时候就不适合升息 对就是FED 他会考量综合的因素来判断说 我的货币政策 其实也不一定要说这么厚 就是说收钱收得这么快 其实如果按照目前的货币政策 大概到明年的第二季 把钱整个收完 明年的下半年开始做升息 那我觉得这个进度是还蛮不错的 国际间的焦点又放到台湾的身上 你看到七大工业国组织G7 在上周末所召开的外长会议里面 在这场会议中 三个焦点 习近平 普丁跟台湾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你又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到东南亚展开拉盟友的动作 这一系列所为何来 稍后告诉你 国际间重要的大事就是七大工业国组织G7 在上个周末召开了外长会议 在这场G7的峰会里面 当然提到了台海的和平 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但它里面还有两个观察的指标 哪两个观察指标呢 是一里面路透社点出来说 俄国所带来的国际上的是短期危机 但中国所带来的是长期战略的难题 那第二个观察指标是 里面也提到说 针对中国过去惯常使用的胁迫式经济 G7的国家要找出对抗中国的策略 那所以请问伟航 胁迫式的经济是什么 而G7对抗的方式又是什么 还有这场G7峰会里面 对于台湾的部分又提到了什么 好的 讲到G7 这一次在英国举行的这个G7 也是外长会议 那美国当然是布林肯 布林肯的国务卿 但他是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外长 好 那他们这一次讨论的 比较急迫性的问题是 俄罗斯到底会不会打乌克兰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出因应 所以他们有料很花 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动作 不要忘了 原来G7 其实是G7 七个重要工业国 曾经一度加入俄罗斯 变成G8 就是有八个 但是后来俄罗斯呢 因为他一系列的这种 各式各样鸟是被赶出去了 好 其实就是入侵克里米亚 就被赶出去了 赶出去之后呢 现在反而成为G7的敌人 所以朋友敌人 一系之间就可能才能转变 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中国会说 我管你G7要讲什么 你们那个都是已经过气的 尤其那个意大利凭什么在里面 好 中国固然大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是呢 G7的所有的GDP加起来 也还是占世界一半 所以这些虽然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它毕竟大有大的优势在 它还是有画式的能力 但这次我们就要听 它到底喊了什么 因为外长会议嘛 主要就是代表自己家的老大 出来喊一些话 好 那英国呢 英国讲的比较和缓 你就说我们要追求 所谓的自由边界 大家做贸易 不要一些相关的限制 美国就直接喊牌喊得很明确 我就是要针对一带一路 针对香港 其实针对台海问题 大家就给我认真的来讨论 好 讲到台海问题 他们不只是会议里面各书几件 他们也串来串去 特别是安倍时代所留下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观念 还有四边会谈的观念 这次也都带进来 要注意澳洲不在G7里面 可是他这次一样去谈 澳洲来跟美国谈 日本来跟美国谈 四方安全会议 他里面就有三方 除了印度之外 都在G7这个场合 进步交换一件 能够交换什么呢 自由开放的印太 印太哪里 问题最大呢 台海问题 所以他们讲到台海问题 当然就讲到台湾的处定 如何维持稳定 可是又不只是投入兵力 为什么 他们又提到了立陶宛 特别把立陶宛大家出来谈 所以为什么提到立陶宛 因为立陶宛正在被 因为跟台湾建立 接近外交的关系 所以就被老共弄 他的经贸受到老共的制裁 所以他们这一次就提到了一个 这个所谓威胁式 胁迫式的经济 讲简单来说 胁迫式经济已经持续很久了 从努力合奖 合比奖 颁奖之后 中国说我不买你的鲑鱼 澳洲去指引你 这个COVID-19是哪里来的 我就直接货都不要进 小龙家不吃了 煤矿铁矿 我统统都不要进了 我就看你能怎么样 好 每次 其实更早以前 韩国有萨德 就是那个萨德的飞弹 然后韩国的这个 所有在中国投资就被ban了 那些企业就被破车 热天在内 对 而且还包括个案 像加拿大抓个孟晚舟 我一样对你加拿大进行制裁 我一样抓你加拿大人 你如果说 中国在针对这些政治性议题上 他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 都是从经济上施加压力的 利用中国的量体比较大 你一定要来跟我做生意 来逼迫这些国家推浪 那西方国家呢 其实本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已经在处理这个问题 那借由立陶宛 借由台湾这次的情势 他们就正式把这样的议题 端上台面 接下来可能会推出一系列 彼此互相结盟 一起来对抗中国 胁迫式经济的具体做法 而且G7的外长会议 才刚落幕而已 你看到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又要出访到 东南亚的三个国家 印尼 马来西亚跟泰国 去做拉盟友的动作 但更深入进一步看的时候呢 他跟美国所提出来的 印太战略 还有印太经济架构 都有关系 各位 这里面跟台厂 可能是十分有关系的哦 所以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里面有 美国的两大用意 到这些印太 到东南亚的国家去 第一个 希望供应链的部分 你们东南亚的部分 要强壮一点 他要把供应链 从中国再拉一些出来 第二个 这些拉出来的供应链 需不需要钱 需要钱 所以美国帮忙 想办法解决融资的问题 所以国城 到底美国现在的 印太战略 跟印太经济战略是什么呢 好 美国现在啊 就是打算了 供应链就算不是移出中国 至少不能受制于中国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中国 我们刚才节目里 讨论很多仇富 疫情又不透明 排外 然后政治干预经济的情况 越演越烈 再加上安全的挑战 智慧财产权 国安的威胁 英国的情报首长就说 这个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问题 所以呢 美国呢 就是希望呢 把供应链就算没有办法完全移出中国 至少不要受制于中国 那移出中国要移到哪里 主要就是东南亚 那么这个时候啊 台湾啊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跟美国合作的亮点 好 在去年9月啊 美国跟台湾呢 签了一个叫台美基础融资 建设融资 跟市场建立合作架构的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呢 其实在台湾注意的人不多 但是为什么美国突然跑来跟我们签这个协议 因为从2016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 台湾开始搞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 台湾其实注意的人也不多 但是呢 台湾新南向政策 就是要提前把供应链 或者是这个经贸的市场 不要完全依赖中国 转向东南亚 所以呢我们等于比美国超前部署四年四五年啊 这方面的经验 让美国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所以呢 美国现在呢就开始讨论 跟台湾讨论 就是说希望台湾呢 能够利用在东南亚的台商 台湾的政府呢 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桥接 跟这个仲介的角色 让这个供应链呢 譬如说你现在从中国移出来 对不对 中国移出来之后移到东南亚 那台湾已经在动新南向政策 而且呢有一段时间的经营 所以呢台商呢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让台湾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得到更好的协助 供应链才能壮大 这个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所以呢台湾的政策呢 在这个新南向政策 是美国跟我们合作的一个诱因啊 就是既利台湾自己 也利美国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个共同战略需求 就是供应链不要再这么依赖中国 要依赖 不要说依赖 就是要这个发展到其他国家 这一点来讲台湾跟美国利益一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美国新的印太战略 台湾的角色就升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台湾有很多的银行 它到东南亚都有设据点 像是台湾的合作金库 它光是在柬埔寨 大概就有四五个据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会不会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经济战略架构来讲 台湾的金融业 也是其中的一个焦点 当然因为这个投资嘛 最重要的就是钱嘛 那钱的话 当然需要跟金融机构密切的合作 那现在来讲 台湾的金融业跟台商 可以说共同在东南亚打拼 那这个如果能够发展得起来的话 那当然供应链的壮大 稳固才会一定 所以呢 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金融业呢 目前看起来 今年的这个获利的状况 它明年获利的展望 看来都不错 因为呢 就是整合进了这整个的架构当中 不是完全受制于中国 之前我们节目也讲过 中国这动不动 恒大啦 这个地雷一大堆 这个对金融业其实潜在 也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金融业呢 转出来进入东南亚 当然东南亚也不是完全一帆风顺 但是呢 在美国整体的供应链的 这个战略之下 相对来讲 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广告后回来带你看一个 中国奇特的状况 什么意思呢 中国少子化问题 要求大家说开放三胎 结果呢 中国竟然有一篇报道 要求党员带头升三胎 被骂翻了 现在更夸张了 现在竟然有中国的丈夫 求诊要结扎被拒绝 因为你要先证明你有胜过 中国的三胎政策 出现了一些乱象 乱象之一是 你看到既然有一篇 中国官媒写的文章 要求共产党党员带头升三胎 但是很多人就告诉你说 我就没钱房子买不起连半 难道你要帮我找吗 除此之外 现在中国男性 也想要结扎也不行吗 有一位新手妈妈 跟她的老公 决定不要再生了 所以他们去医院说 我先生要结扎 他们连续找了两家医院 都被拒绝 为什么呢 因为医院说 结扎之前 请先证明你有生过 如果没有生过 我们不帮你做结扎 韦航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在这里的 急转弯自打脸 也是人类史上罕见 他们在所谓 一胎化政策的时候 还强制结扎 强制堕胎 什么都是强制来的 都是由地方基层来执行 后来发现糟糕 一胎化造成人口结构 严重失衡 性别比例 严重失衡 之前十年开始推 那就可以生两胎 后来发现来不及了 直接强制 不 强制了 鼓励你党员先生三胎 其他人都开放了 你要生三胎就生三胎 实际上就是不抓 可是整个局势已经大翻转 变成百姓不想生 所以他们的出生率 已经降到千分之八点五 这个妇女生意的胎儿数 是1.3胎 虽然比台湾要高 可是已经比日本要低了 好 即使中国这样大力推 还是推不动 所以中共官方就默默地 潜移默化在基层 推动一些政策 比如说你要结渣 我就千方百计找你麻烦 比如说你没有结婚 没有生过小孩 那你不能结渣 就是刚才情况讲的 那你结婚生过小孩 华盛顿邮报挖出来一条新闻 就是有一位妈妈 三十二岁 好不容易生了一台 觉得太累了 叫先生去结渣 结果先生找了两家医院 两家医院都在推动 现在没有在做这个 为什么 上面有三胎化的政策 我们这边就不敢做结渣 华游特别去问了十二家医院 解决不了生育问题 解决做结渣的人 对 这个就是最快的方法 因为总是基层的医疗医院所去执行 就像过去执行堕胎 执行绝育 现在强制你不能执行绝育 就完全反过来 所以华游去问了十二家医院 有六家四街医院 他跟你说我们不做这个了 有六家说可以做 但你来审核 但是他问了 网上很多留言的父母 大家都说其实都没有在做 医生不敢做 不是说赚不了钱 他做了有为爱国家政策的部分